经历了前海人寿和安邦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 万能险受到了监控部门的充分关注 而这个风险也已经向市场传递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万能险可能发展会进入一个地谷 并不是像过去年那么膨胀了 我觉得这个对整个保险业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不是说不能够发展万能险 而万能险的发展应该是在一个有效的监管的框架之内 能够稳健的推进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